天命 今天 我终于要成为你的新娘 离开苏家这龙江湖穴了 土家婚车已到 恭喜姐姐嫁入地经一流世家 楚家 成为宠太太 听说陆家大少陆荣渊 不久前抽货毁荣 成了瘸子 没几年可活了 我也要恭喜妹妹 成为了陆荣渊的第四任妻子 不日便可守活寡 一个野种 竟然敢对我这么说话 苏青 别高兴太子 妈 苏青不会发现 门口的婚车 不是出家的 而是陆家大少的 放心 我都安排妥了 他只能乖乖地替你去陆家 倒是你 千万别让楚家人看到你的脸 然后把这个给楚天忆喝了 撑过今晚 楚家想赖也赖不掉了 我记住了 听闻陆荣渊的前三任妻子 不是在新婚之夜死了 就是莫名其妙失踪了 苏青 这就是跟我抢男人的下子 啊 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去楚家的路快停车 苏小姐这是陆家的 这当然不是去楚家的 啊 啊 什么 苏青 苏玄 是你吗 快放我下去 你们接错人了 不是苏青不是苏玄 快放我下去 苏小姐别闹了 我们都快闹了 哎苏小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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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大嫂 苏家的新娘子就快到了 人家新郎花怎么还不到啊 过早 快去追 别让新娘子跑了 不好意思 求求你帮帮我 快追 不必要在七十前 把新娘子送回路家 别出声 他们想把我嫁给 苏小姐那个绝腿毁容 而且快死到少爷 所以被他们抓到 我会死的 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什么样东西 我好热 我送你去医院 帮忙 你可要想清楚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陆 他 他 就 事情怎么变成这样 怎么 是跟抹镜就想跑 真无情 昨晚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想不认账 不 对不起 昨天是事处有因 那可是我的第一次 你想要什么补偿 昨天本来是我结婚的日子 但因为你 新娘子也没了 你得陪我个新娘子 我真的 不是故意的 昨天晚上我被下了药 我寂寞想要把我嫁给那个 退居 毁容了些快死的人 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 死也不嫁 也对 看你的礼服 嫁着不肥 长得又漂亮 应该是个富家小姐吧 怎么可能会看上我这么一个网约车司机呢 我会对你负责的 真的 那我们去见父母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真的有急事 我先把电话号码留给你 到时候再联系我 你记住了 老大 出事了 苏家新人把苏雪换成了不受宠的女儿苏青 结果现在苏雪被嫁进了蜀家 苏青也逃婚了 老婆爷子说 给你处理 先别管 这件事 我会亲自处理 老大 你已经想三位妻子 这位先处理 要是被密家东西人发现了端倪 就请攻进气了 照我说的做 然后 去给我准备一辆便宜的车 你有新计划了 网约车机的 放我进去 我才是楚家的新娘子 我这少爷找这个新娘子动了完了 你是个辣来的疯子 滚出去 让开 我要见楚天一 天一哥 你是喜欢我 还是苏青那个贱呢 喜欢你 所以你们俩是一伙的 对吗 苏青 你是过了 刺取协手责吗 你给我滚过去 这里是楚家 你说什么 我让你滚出去 是要我亲自请你出去是吗 秦秦 请说你不下去录下吧 你没事吧 放心 等我走得到记者去 我们在公署家 我马上过来去你 楚天一 你什么意思 秦秦 我昨晚 我得着新娘不是你的时候 我其实就已经中了苏雪圈套了 但是后来苏雪答应我 他可以帮我 夺取介绍权 等我到时候 录底掌控了楚家 我马上给他立官 我来寻你好不好 这就是你背叛我的理由 那刚才我看到的是什么 作戏吗 这算什么背叛 我只不过 顺便于我们的将来啊 秦秦 我是爱你的 对了 姐姐 天悦 苏雪 你真不要 你现在够给自己魅女的男人 幸亏我当初没有娶你 我告诉你 我楚天一的妻子 绝对不会是你这个 顺性杨范的借骨 苏雪 你竟然敢供有什么男人 他救助你 得偿所业 立刻 站住 他这是个臭药女 可可我想听 你要不想想你配不配 像你这种货色 陆家那个又丑又丑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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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了 放开我 苏雪 你凭什么在我面前这么加傲 你不过就是个小三而已 就连你妈也是个小三 给我住嘴 爸 贵家 为你说的话 给你妹妹和母亲道歉 什么 爸爸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吧 他就让故意天意 算了妈 我毕竟也不是他的亲妈 受点委屈也没什么的 你怎么对孩子下手那么重啊 爸 昨天晚上 吊包新娘能是你知道吗 这都是你的好妻子 好女儿亲手设计的 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 你妈妈都在替你说谎 你还在误陷他们 我妈已经死了 请你 不要侮辱她 你擅自逃婚陆家 你知道 会给我们苏家带来什么后果吗 陆家大事 三位妻子 全都惨死在新婚之夜 妈 我不该逃吗 陆家在我们地阶 是什么样的存在 只要提提名声 就令人闻风尚胆 楚家在陆家面前 都只不过是个蝼蚁 你逃婚这个事 陆家到现在都没有发话 你认为 他会放过我们苏家吗 苏家会怎么了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那 养不出的白眼狼 去把你这身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换掉 准备好 嫁给陆家二少 你就这么荣相了 我可听说 陆家二少是不是 爸 你怎么着急 是家里是这样的人啊 就为了把我赶出家呢 把我嫁给一个傻子 你还是我爸吗 你还是人吗 这都是你自找的 陆家要是跪着下来了 只有傅家能在陆家面前说的双话 姐 你就答应嫁过去吧 像我们这种小人物 可能对不起陆家是孙大佛 你不能这么自私啊 我就是死 你不会吓到 好 那你就死 用你一命换我们苏家全家 追 追 天爷 我们回方间继续吧 死丫头竟敢逃婚 瞧着满身的痕迹 你家 还不知道吗 当年 是你们母女陷害我的 是又怎样 谁会信你 你还不知道吗 当年你生下孩子 他没有死 是个漂亮的男孩 是吗 你把我孩子往哪里去 他现在在哪里 你乖乖的听我的话 我会口令 告诉你 秦苏警 总有一天 我心仗就仗 和你一起算 你 有没有人告诉你 我不管 只想我 打着 独自承受 会伤过 师父 到花满亭小区 我牵着你的手 是苏家那些人干的吗 我只要脱臭 我的心 也会在停留 好心 苏家 我不会双天 一副梦 你 你要不喝杯水吧 昨天晚上笑得这么大声 嗓子一定很疼 女人 你睡了我两次 该不会赖胀了吧 我 我不会 那个 我叫苏金 我叫陆荣渊 是一名网语车司机 今年三十岁 没有什么不良癖好 甚攻军 那一点 我相信你也体验过 陆荣渊 家里没有父母兄弟 本来 是要结婚了 但是因为帮你 女方也毁婚了 所以目前单身 应该只是跟那个陆大哨 同谅而已 那你 愿意送我男朋友吗 我想做一个丈夫 不行 我觉得我们这样太快了 那我就委屈一下 先从男朋友做起 这是我的存款 不多 密码是后六位 后面会改成你的生日 你这是干什么 以后我的工资 就交给你保管了 我每个月大概赚一万多 现在赚的钱不多 但我以后会更加努力 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有工作 不用你的钱 男人的钱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你管我的钱 天经地医 金螺 该受网了 你们是谁 我现在走 是不是 你们干什么 傅小姐公司已经谈了我 子女侠姐回去生气走 什么 放开我 你们干什么 你们带我去哪 老师 苏小姐 我没有被拔业 我跟傅小姐没有关系 他不该过来的 老大 不好了 苏小姐为黑衣人都走了 要跟傅二少爺结婚呢 什么 老大 这张网我们撒了四年 错过今天 暗夜将后患无穷 这就是我的大女儿苏青 我说的没错吧 是个美人 姐 恭喜你 爸给你找了一门这么好的轻舍 你跟这个傅家二少还真是般配啊 我说过我就是死 也不会嫁给一个傻子 你们觉得好 那就你们去这样 你这些人 你给我嫁给一个傅 你个破写 反正嫌弃我儿子 嫌弃你的脸子 哎呀 傅太太 让您见笑了 孩子不懂事 您就别生气了 您和傅二少先进去 我保证婚礼照常进行 最好你们出家 说话说话 苏青 你现在是苏家的罪人有什么资格说过 我看苏家的罪人是你们吧 擅自调包陆家的新娘 嫁给储家 药家 也应该是你们家 你不要炫火喷人 当时是你自己上厨的婚春 关我什么事 为了我们苏家的声誉 我只能替你叫傅 苏雪 你演的可真好 那个时候明明是急速情 他给我下的药 青青 你这次实在是冤枉阿姨了 我知道你一直都容不下我 但是我实在不想继续受你的污蔑了 你说新婚之夜 是我给你下了药 难道这几天的晚上 你都是跟那个男人 在酒店私混 还有几年前 你跟野男人在外面上床 怀孕 堕胎 难道也是我给你下的一条 你还说什么 简直是败坏门方 我们苏家怎么有你这样误会之女 爸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楚天忆 如果你还当自己是个男人的话 你就把难题发生的事 还有你对我说的话全都说出来 什么 天忆 你跟他说了什么 苏青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样一个放荡 而且谎话连拼的女人 连我都要诬陷 那天你跑过来求着我别离开你 还要欣赏小雪 跟你私奔 我以为你对我的感情是认真的 你说什么 苏青 你自己犯的错 自己就要承担 我要忘了这 苏家给你陪葬 牧家大哨到 小女无知 都是我管家的非 那就让我的人 请你管教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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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总 可听了管教的重要 不重要不重要 小女可一周老 借我把你给我管教 只给你个解释 还是苏总明事一样 这位 想必就是苏大小姐了 看来 手打扰了苏小姐的婚礼啊 陆大哨严重了 爸 之前苏家调换新娘的事 陆家都没与我们计较 如今苏父两家联姻 这么大的喜事 于庆于礼 也应该请陆大哨 喝一杯喜酒才是 对 对 是的 陆荣誉 我也只能懂你是个好人 救过陆大哨 陆大哨大家光临 此为何事呀 我没记错的话 傅总的小儿子 也该三十好几了吧 傅太太着急 儿子的终身大事 也情有可原 不过 我看这苏家的大女儿 和你儿子 着实不配呀 倒是这小女儿 挺不是的 我不假 我已经是 储家的少夫人了 我才不要再给你的傻子 刚才还说我儿子 一表人才 封城迅了 是一个难得的好听事 现在却又改口说我儿子是傻子 你们苏家是一台戏吗 看来这苏儿小姐 对副总的小儿子 还真是一往情深呢 苏总要是不介意 储家那边 我倒是可以走一趟 爸 爸 你听我说句话呀 我不要紧 我刚刚都是乱说的 爸 小雪已经嫁人了 怎么还能再嫁 陆大少 成年刚才贵手 放过小雪吗 他还小 什么都不懂啊 亲夜 刚才你不是都说 这什么好婚事吗 我看小雪 也挺想嫁进夫家的 之前他们嫁错了人 如今陆大少做主 再嫁一次 岂不是装好事 要嫁你自己嫁 这个富二少 他配得上我 这门情事 是你们苏家 怕得罪陆家 以为我在陆家面前 能说得上话 四皮赖脸 求着我定的 不然 凭你们苏家 高喷得起吗 小小年纪 如此恶毒 贪上个这样的媳妇 那楚家真是倒霉 陆大少 今日的婚礼 就此取消 若有得罪之处 改日定当 登门道歉 陆大少 今天前来 到底为何事 不如您说 有些话 还是单独说吧 这边请 你不要以为 脚房了 欢事 你就万事大气 得罪了 苏家 避暑千脸 你也别想好过 不管苏家 好不好过 我都不好过 倒是你们 得罪了 傅家 太太 听说 她和楚天音的母亲 也就是 你的婆婆 交好 你倒是要担心担心 你这 楚家太太的位置 能不能坐 你 诶 我的妹夫呢 看来 是落花而逃了 天忆 天忆肯定是公司 有事先走了 你在得意什么 苏雪 我可要谢谢你 让我认清楚了 楚天忆的真实面目 苏雪 你别高兴的太早了 你可别忘了 你生的野种 可还在我手里呢 天儿 还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当年你妈认为你瞎搞 如今你也在我家 死个猫子却敢打我 你竟然敢打我女儿 陆家大少可在边上 苏雪惊动了她 有什么后果 你们都坚持 我还想跟爸好好聊呢 金英 为什么每个月 都要去门山一趟 这区见了什么人 做了什么事吗 我警告你们 以后不要再动我足矣 不要再来 任何人威胁我 否则 后果自负 妈 请不得好死 不管有什么办法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陆大少到底生了什么呀 苏清的婚事 我们没有资格作辅 就是陆大少爷的原谎 什么 这个陆大少爷的原谎 这个陆大少爷的原谎 你会真喜欢让苏清那个贱人了吧 屁嘴 你看看你们母两只今天做的好事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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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小姐 我们陆大少有请 陆大少 今天的事 谢谢了 你好像很怕我 既然要谢 就拿出点诚意来 什么 我陆荣元娶过三个妻子 敢逃婚的 你是第一个 你说这一笔账 要怎么算 陆大少 这都是些误会 我 狗 这么说 你是想嫁给我了 结婚的前提 是两个人有感情 而且我不想成为第四个 被灵虑而死的人啊 感情 可以培养啊 强扭的瓜不甜 而且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想必陆大少也不娶女人吧 可是我就喜欢强扭的瓜 你男朋友是谁 我找人把他废了 传闻说陆家大少残忍抱怨 原来都是这个 我竟然还以为他什么好人 想动他 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他 还藏他哪一点 我的男朋友是个普通人 跟陆大少完全没有可比心 但是在我眼里 他比你好千倍万倍 开车 陆大少 你怎么知道我住着 我想知道一件事 不难 所以刚才跟你说的事 考虑一下 那个陆大少 该不会是认真了吧 准备一下去餐厅 我晚上有约 陆柔渊 我们要不还是换个地方吃饭吧 这里很贵的 而且还是会员制 一般人都进不去的 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可是 哟 这不是我那个 抢别人老公的好姐姐苏青吗 真巧 我跟天忆也来这吃饭 是啊 好巧啊 妹妹嘴巴都破了 还出来吃饭呢 对 苏青 她就是那个 跟你私混的男人 怎么现在都多了这样 连这样的吓得 都看得上 楚天忆 请你对我男朋友放尊重点 苏青 你认为我会相信吗 你想随便找个人来气我的话 我认为大可不必 投地点 不要用你们那肮脏的心 来衡量我们俩的关系 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 你认为你了 妹夫 站住 这里可是全地已经是最高的餐厅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 苏青 我看你这个男朋友穿得跟乞丐一样 还是别带出去丢人先赢 你说的没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确实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从今往后 你和你身边这个女人 将被这家餐厅永远拉 永远不再入内 这是笑死的小姐 她还要拉美我们 苏青 你在哪儿找了这么个奇葩 这么不知道天高地豪 啊 已经很大 卧虎藏龙 我奉承二位做人还是低调些 不然打脸来得太快 那可就太难看 突变 那本小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难看 陆先生 关义先生已经到了 好 王经理 你眼瞎了吗 我可是储家的少夫人 你不把这个裙逼赶出去 你竟然敢拦我 监大人党 清场 哎 我可是储氏集团 储绝案的儿子 储天义 我可是储家的少男的 你送给我 公子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小王亲往后 我不想再在这儿 看你这两个人 明白 一群废 我还敢推我 我可是储氏集团 储绝案的儿子 储天义 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 我不管你是谁 今天晚上这里被包场了 请储少和储少夫人离开 胡扯 那个穷小怎么可能包场 天义 你看他们居然这么对我们 你 还也不够丢脸吧 苏青 我早就说过 什么方式 我要你死 丽隆约 刚才那两个人是 苏青 以前的事都不值一提 更何况 我也不是那种 会被挑拨离间的人 老大 苏小姐 我都安排好了 一会儿菜就上 我还有点急事 我就先走了 万先生 刚才真的很感谢你 要不是有你 我们就出丑了 没事 老大的事就是我的事 苏小姐不用客气 陆荣渊 你这个朋友是干什么的呀 万世影视集团的太子爷 万世影视集团的太子爷 他为什么这么听你的话 我之前救过他一次 就他有救命之恩 难怪呢 他这么对你言听计从 原来是知恩图报啊 对 定情性 看看 喜欢吗 真漂亮 但是 这么贵重 哪来的钱啊 他 不值什么钱 因为这个宝石 它是塑料做的 我很喜欢 可是 我都没有给你准备礼物 你就是最好的礼物 好好的手链 怎么可能会不见 所有人立马给我找 钥匙没找到谁都不设算 那条手链可是刘经理送给我的定情 故事 钥匙被我发现 谁现在都游戏男人吃晚饭 能不能了不起 这是我的手链 你居然敢偷我的东西啊 你 千万别冲爆 大小姐 这条手链是我的 这条手链灵为神女之心 出自法国著名设计师费德之手 价值八百万 全世界只有这一点 你 那做的大老板的千金 穿在以外的这东西 那些男人一天你周遇着他 从他的悲伤医生真是可惜 这条手链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 就你那个床三男朋友 不送不起 正好 神女之心设计师费德的助理 安迪跟我安迪 让他请一请你真为 不行明珠 还是算了吧 报警有损公司形象 把人开除了就行了 不行 必须验 那条手链刻有我们名字的剥鞋 现在人赃并货 我看他还怎么狡辩 这条手链没有客户 而且 真的小姐 你个手链找到了 对 就是这条 哟 苏欣 你还带假货 他的男朋友啊 就是那个开网约车的群鬼 怎么可能送得起真知呢 但是苏小姐的这条手链 确实是真皮是吗 所以你的那条是假的 怎么可能啊 神女之心全世界这一条 他那穷算男朋友怎么可能买得起 怎么回事 明珠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是托人买了 肯定被骗了 明珠 苏小姐 这条神女之心寓业着真爱永恒 看来你的男朋友对你很用心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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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荣渊怎么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手链 苏妻 今天又让你得逞 但是没关系 今天就是你的死鸡 啊 你们是谁放开我 老大 这位苏小姐性格刚烈 你娶了那么多人老婆 叫她敢逃婚 如果让她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 恐怕不好收藏 恐怕不好收藏 我自有分寸 什么 轻轻被人搂走了 五分钟之内查到苏青的位置 老大 是不是陆家 弄走了苏小姐想以此要挟你 谁敢动他一根头发 就是找死了 老大 你冷静点 现在因为苏青跟陆家人翻脸 你之前做的全都前功尽弃了 你们是谁干什么 有人花了一百万 我们俩 你到了阴草地 不爱我 蜂蜜行事 我先的命 秦苏琴吗 他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呗 大哥 所以你又就这么死了 怪可惜的 不如 先玩了 啊 妈赶跑 追追 别过来 差点卖了 好是喜欢跑是吧 啊有暗场 嗯嗯 啊 啊 啊 小姐你放了我 这么喜欢跑 见到你这么小 快转去 快跑 陆荣渊 就 救救我 青青 青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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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外洋去医院 好我去开车 查清楚了幕后之人不是鲁家是周家 周家 苏小姐的继母秦宿秦是周熊飞的情人 苏小姐被鲁可能与他有关 不管是谁 都是周死 上帝一千自损八百啊 况且周家是帝京四大家族之一 有百年抵御 陆家确实能与周家抗训 但是动静太大了 这样的话会陷苏小姐于更危险的地方 去 写他一条腿 毕竟周氏集团短短三个小时内市值竟莫名蒸发了一百亿 怎么会这样 妈 他怎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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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想死了 书星背后到底有什么人撑腰 我派的人一个都没有回来 连周泽都让你起了一条腿 公司直接损失了一百亿 这怎么可能 书星哪有什么人给他撑腰啊 是不是周哲得罪了什么人啊 你最近给我安分点 先别去招惹书星 我倒要看看 他背后有什么人 妈太好了 周哲是周叔最喜欢的儿子 他要是废了 说不定周家的财产最后都会归 还会让我认足归宗 消息不可强一会儿 妈 苏家就要破产了 你要为自己谋好后路 谢谢 增加 你醒了 没事的 有我在 不要怕 陆荣远 你对我这么狠 以后我留不看你怎么办 别想离开我 除非我死了 你别瞎说 可不可以不吃啊 太苦了 不行 良药苦口 好苦啊 张嘴 小妖精 真想现在就要了你 谁怕谁 清清 再废话的话 我可就后悔了 先嵌着吧 改天再满足你 我怕你承受不住 老大 我什么都没看到 老大 这么快完事了 战斗力不行啊 什么事 老爷子叫你回去 昨天晚上的事 他应该知道 知道了 送新家所去 给别人取一下报告 报告 好 报告我自己去去就行 你有事就先去忙吧 你先回去休息 我去就好 苏小姐 你脸色这么难看 没事吧 嗯 我肚子有点不太舒服 如果 他要是知道我生过孩子 他会接受我吗 他 现在开始打算走了吗 陆荣渊 我知道这件事情 换作是谁都不能接受 要不 东西收拾好了 回家吧 医生说 你可以出院了 医生 有没有说别的 什么别的 陆荣渊 我有件事情 要告诉你 其实我年前 好了 以后有我在 不会再让你生病住院了 走吧 你 你干什么 静静 我们生个孩子吧 要孩子 对 我们是个女儿 像你一样 美丽 温柔 现在还太早了 我不想要孩子 好 那就听你的 苏家的事 打算怎么解决 我已经 有办法了 苏青 这里 你可来了 我刚才看见你 那个姬儿 已经进去了 不急 还有一位重要嘉宾 没到 今天 就让秦苏青 先还一点力 苏青 你打算怎么做 谢太子 搭好了 那不是周秋飞吗 苏青 你到底 那个什么帮子 进去不就知道 秦苏青 给你爸 戴绿帽子 还在什么 快把这事 告诉你爸 我就是在等今天 人赃并获 熊飞 你要不然 再出自首 教训教训 那丫头 上次周家 损失了一百亿 到现在没有弄清楚 到底是谁干的 变成废 你到底有没有弄清楚 苏青背后 那个人到底是谁呀 那丫头 哪有那个本事啊 有谁能替她出头 原来 绑架 真的是情愫情干的 可是 帮你对付周家的人 是谁吗 不会是楚天忆吧 不可能 如果楚天忆 有这个胆量 我跟她根本 不会走到 今天这个地步 好期开始了 爸 你说 能帮苏家解决 资金链的问题 是真的 那当然了 就是妹妹 现在有点事 我要先送她出去 你先坐一会儿 我马上回来 你先别生气了 我给你好话 你听说听 你竟敢背着老四在外面偷男人 老苏你怎么在这 你这个水清洋滑的女人 老子平 你竟敢给我戴绿帽子 我怎么找了你这样的娘们 你竟敢打我 气力的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你每天为了公司的事烦心 我也是为了替你分忧啊 这也挺流浪 你爸怎么不冲进去 也太窝囊了 里面可是周雄飞 她没那个胆子 秦姨 你也在啊 秦姨今天穿得真漂亮 美艳动人 是要和我爸一起约婚 过二人世界吗 你怎么在这儿 我约了我爸一起吃饭 没想到秦姨你也在这儿 既然你们俩要过二人世界 那我就先回去了 改天和我爸一起吃饭 也一样的 是你 你这个死丫头 你陷害我 陷害你 我怎么听不懂呀 哎呀 秦姨 你嘴角怎么流血了 你还给我装 苏青 你个死丫头 我 秦苏青 我早就说过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我早就警告过 你再惹我 后果自负 你 够了够了 还不够丢人前演吧 关门去 苏青 你这是在满火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你得罪了不止是秦苏青 还有周雄飞 楚天忆 我的事你别管 哎 苏青 你变了 你只要他起周见吧 啊 你知道周家凝死你 凝死你这蚂蚁 没有什么区别 我是在担心你啊 楚天忆 你别说这话恶心我好不好 你不就是担心 我把周雄飞和秦苏青的事情捅破 秦苏青失了宠 苏青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 就没有人帮你 争夺楚家的戒成权了吗 苏青 你果然很做 但我早就已经说过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 你别再因为我跟苏青 还有秦苏青 做对了行不行 你忍一忍啊 楚天忆 你是不是还没有睡醒呢 我们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凭什么问了你 和他们做对啊 苏青 你给我站住 我知道你心里面 还是有我的 苏青 对不起 给我站那儿 这往我小鞋就想走 是那儿的扭 懂不懂得你吗 让开 哎 你今儿陪小鞋喝一杯 小鞋开心了 兴趣把你给放了 否则 哎 小李不知道苏青怎么得罪您了啊 让我这样 看在我的面子 我请您喝一杯 替苏青道个歉啊 你是什么 哦 哦你是 我想想你你是那个楚家的 私生词是吧 你 人家裡面全是目中物人生 你再說一遍 私生子德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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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抓來來打我來來來來來 各位來看哈 楚家私生子要打人了私生子要打人了 各位來平平臉 是不是得讓楚老爺子來好好評評 這 為什麼本事裝什麼英雄叫我 本身走吧 來跟我回家 把小爷伺候舒服 想意开心去 许武 我看你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陆总员 你怎么在这 以前拉着一个客户请客吃饭 听见动作 就过来看看 弄死你了 要是不想断子绝孙的话 赶紧给我滚开 这是小爷看着的女儿 你什么东西 要是再敢骚扰苏西 你就等着让李葵华给你收拾 开个玩笑吗 怎么回事 刚刚那个女儿是谁啊 竟然让我踏外人动手 何止是动手啊 老大为了苏小姐 连喊都跳了 好啊 快滚 大外是谈恋爱的 我得赶紧告诉我妹妹 吼西龙 这样就不破了 等我一下 我有很重要的事 你们先回去 另外 替我好好慰问慰问李家 今天来了什么大人物吗 怎么这么多保镖后车 不知道 你得罪了李家 我还是担心你 这几天你就别出去了 去我家待几天吧 你是在邀请我同居吗 我知道了 就是这个意思 是 那苏青算个什么东西 敢把我儿子打成这个样子 我让他好看 哎呦宝贝呀 怎么样了 让妈妈看一下 找你了 嗯嗯 我是不是醒到过你啊 叫你不要招了这个叫苏青的 你别不提 说 他这个男的长什么呀 什么人哪你土包子吧 爸 你这一定得帮我报仇啊 那小子今 哎哎哎哎 那书家算个什么东西啊 上不到要台北的东西 敢欺负我的儿子 我看他是活的不赖烦的 你快玩 放弄我不管啊 如果你不替儿子讨回公道 那我去 你说会到上的秘书 我怎么办了 走走走走走 快快快快 一下0 小李 meats 不知小李少的伤情如何呀 小李ochond 难道打我儿子的事 李总 在商场呢 你也是个让人敬畏三分的角色 只可惜生了个蠢破儿子 陆总让我给您带句话 这一次是断两根肋骨 再有下次 您李嘉 恐怕就要后继无人了 下一首 都派我李败华教授无方 还请陆总高开贵手啊 改日我亲自登门道歉啊 李总说 向谁道歉 哦 我明白了 我明天一早 去苏家登门道歉 那我儿子 岂不是白矮打了 那个快要死的短命鬼 陆大少 陆龙天 是怎么和苏家扯上关系的 闭嘴 你宠货 管好你这样的嘴 你真以为陆大少要死了 陆家的水 生着 好几百人的大家族 真权夺利 得比什么都激烈 你只要技术 现在掌权的还是陆龙渊 听到没有 坏了坏了 苏德安 看看你大女儿做的好事 得罪了李家 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李家就一根毒苗 苏家这次完蛋了 哈哈哈哈 闭嘴 我打死你这个不守不当的女人 爸你干什么呀 说了救苏家 火仁勋为了这个家不说 李竟然还怀疑我 现在好了 得罪了钟晴飞不说 你大女儿还把李家也得罪了 现在就等着李家来算账吧 爸 约有头战有主 你让李家不找到 那就只有你一个吧 李苏心断绝关系 只要他不是苏家人 那李家就没有理由再来找他 老苏啊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你别再犹豫了 否则天亮后李家来人了 一切都晚了 可是 可是什么呀 爸 苏家要是完了 你辛苦付出了大半辈子 可就付出东流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会找律师 天亮之前 就断绝和苏青的关系 小雪 幸亏你刚才激励 你比之前成熟多了 妈 你发现天一对苏青还是与行为了 我是不会让苏青好过的 是吗 我爸要和我断绝妇女关系 千真万确 你看新闻了吗 你爸亲自转绝时光不倒 老婆 你看那新闻没有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怂 这么绝情的父亲 你说 他要是知道他女儿被我老大看着 会很厚的经历 他舍弃了苏青 以后 苏青跟他已经毫无关系 也算是省得麻烦了 夫人小姐 大小姐回来了 什么大小姐 苏家没有大小姐了 赶紧滚 我是来拿东西的 拿完之后我不会再踏入这个家一步 这里家还有什么东西是你的 我告诉你 苏家的财产你别惦记 我看 惦记财产的人是你们吧 你别得了别 你还买官 苏家养你这么大 不理吃 不理用 没让你把之前的东还回来 就很不错了 我看他啊 就是个猛头的怀疑 你 你还回来跟着 还肯定是苏家 还急 我来拿我母亲的银 这是十万的支票 就算是你父亲 给你最后 苏总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我心里的父亲 在背叛我母亲 让秦苏青进门的那一刻 就已经死了 你这个不肖女 竟敢诅咒你自己的父亲 秦苏青在外面偷人 你都能忍着不把人赶出去 当年我妈什么都没做 你却一口咬定她背叛你 现在倒是把这顶绿帽子戴得稳稳的 你说 这是不是报应 混账东西 混账东西 你真是跟你的妈一样的冷血阴险 你别以为昨天你设的局我不知道 我还没脑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些把戏吗 是又怎样 公司需要资金周总 周总是最好的机会 你留着秦苏青 不就是为了敲周雄飞一笔吗 你不说 周总 恐怕你没有这个权利 弄我的干你了吗 李总 李总 您是不是说错了 您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我儿子什么德行 作为父亲当然清楚啊 我怎么责怪呀 苏小姐 我们李家有错 该道歉的说我们李家 来上礼物 苏小姐 这是我李某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 希望苏小姐 打人不起小人过 不要和我那个不孝子 一般技巧 什么 李总 你刚才说的那个干女儿是 不知道苏小姐 不知道苏小姐是否悦 李总 您有所不知 我这个大女儿呢 看上去漂亮懂事 实际上啊 她心肠歹毒 还不守复道 要不然我跟她爸 怎么会跟她断绝关系呢 您要是想认干女儿 不如就认小雪吧 李叔叔好 我看 心诚歹毒 不守复道的人是你们吧 我也觉得和李总很投缘 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既然李总看得上我 那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好 我回头让人准备认清仪式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我李某华的干女儿 这李总 你要是跟亲亲 能够有这个缘分 那是我女儿的福分啊 苏总的近信 不会这么差吧 难道忘了 我已经不是你女儿了 你是谁 你会忘 我可忘不了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踏入这个家半步 夏琳 把车开过来 我跟苏小姐有点事 李总 您给我透底吧 刚才的情况你也看见了 苏家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一个毫无背景 而且对李家毫无帮助的人 您为何要让我做干女儿呢 苏小姐果然冰雪聪明啊 但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等时机成熟了 苏小姐自然就会明白 但是你放心 我觉得没有加害你的意思 李家大小姐的头衔 对苏小姐而言是有意无害的 我们这叫各取所需 谢谢李总 这笔生意 不愿意做 哎呀 你就是我的儿媳妇和苏苏吧 哎呦 可真好看 这面相好 有责气 我儿子可最有眼光 您是陆荣渊的母亲 是的呀苏苏 来来 这个呀 是阿姨给你的见面礼 你收着 这以后要是陆荣渊敢欺负你啊 你尽管给我欺负回去 阿姨给你撑腰 阿姨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拿着 这是咱陆家的规定啊 见面礼必须得收着 苏星 你还在这干什么呀 还不去工作 刘经理 我请了半天假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半 我还在新假当中呢 谁给你批了假呀 我没同意签字 你只敢擅自离稿 你不想干的是吧 刘经理 做人凡事 要留三分 这件事 要是传进大老板耳朵里 知道自己女儿 谈了这么个玩意儿 你这段大老板女性的美梦 怕是要破碎了 你这算什么东西 你敢威胁我 我就是在威胁你 刘经理 大家都是打工人 生存不易 我已经惹了你很多次了 你要是再得寸进尺 我苏欣可不是好惹的 你别以为 那今年的账 去年去年的 就没有人知道 你 你干什么 郑总 郑总 苏欣那无辜逛工 导致新冠决的王总 拒绝合作 还在这儿推卸责任 爸 这个苏欣也不是第一次试试 像这种对公司 不负责任 还是别人 养一群废物 有什么用 输情是吧 你去人事务 结算工资 找人吧 郑总 我和公司签了五年的劳务合同 到现在还没有到期 如果您无故解雇 必须得赔偿我三倍 并且补偿我半年的工资 真是灵雅历史 这是我的公司 我想开出一个人 还需要理由吗 当然 郑总要是不愿意赔偿我女朋友赔偿金的话 那就拿别的东西来赔吧 当然 郑总要是不愿意赔偿我女朋友赔偿金的话 那就拿别的东西来赔吧 你先去旁边休息 什么 交给我 好 郑总 你是赔偿我女朋友三倍的赔偿金 还是别的 赔偿金不够矿工 导致公司损失产重 别说赔偿金一分钱都没有 公司这笔损失也得由他来承担 之后我的律师会把律师函寄给你 郑总 还真是损失惨重啊 郑总监 哎哎爸爸爸你怎么了爸 饿了吧 吃饭去吧 妈走了 这不是完了完了 什么完了 不就是个苏青而已吗 郑总 他男朋友是有什么大来头吗 来人给我把这个人扔出去 爸 你做 我给你爸说两句 你做 阿姨 之前我不知道您回来了 不然也是应该我先去拜访您才对 怎么会呢 阿姨呀 怎么看你都喜欢 真的 阿姨呀 给你盛点这个汤 谢谢阿姨 你呀 多喝点啊 你太瘦了 得补补 确实是太瘦了 倒是你 今天怎么还穿的这么正式啊 我女朋友在外面被人欺负了 我们当然不能输了气势啊 走吧 看待了 要不 今天晚上回去 我让你为所欲为 谁想对你为所欲为啊 陆总 还看呢 人都已经走了 明天一早 我要看见正式集团在地金消失的消息 老大 你今天有点冒失了 我觉得陆家应该会有所怀疑 陆家这滩水 太平静了 是时候 该搅一搅了 而且 不能轻轻受欺负 是 我听说陆展元最近要去珠江码头出一批货 我觉得这批货有问题 那明天晚上去瞧瞧 不想蔡静没有事 半个小时后珠江码头见 初天忆 你什么意思 拿我朋友威胁我 还有我在这儿 怎么 是怕苏雪发现吗 琴琴 还生气呢 看我特意给你准备的礼物 发现什么了 没 没什么 老大 要不咱还是别看了 我怕你受不了 琴琴 演戏差不多了啊 我知道你根本就不喜欢那个男人 我爱你啊 而且我答应你 等我彻底拿到了楚家的继承权 我马上娶你 楚天忆 你是喝醉了还是在做梦 我和你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爱娶谁娶谁 你要是再搞 那蔡静没威胁我 我苏七 可不是好惹的 苏七 你别不知好歹 你已经跟苏家脱离关系了 而且你还得罪了李霞 现在不依靠我 依靠谁啊 依靠你那个穷屌丝男友是吗 他靠得住吗 他敢问我出头做李三 你干吗 我那是为了大局着想 而且成匹夫之勇 算什么本事啊 我第一次看到 有人把胆小懦弱 说得这么欺心脱俗 楚天忆 你别在这里也深情了 你不就是不甘心吗 如果我在这里痛哭流涕 你心里是不是就舒坦了 小心 小心 放开我 混蛋 让楚天忆在水里泡的天亮 好 那不是陆斩营吗 传言陆家长群陆家生命 这陆斩 最有可能接管整个陆家 这边货不能住他们手里 快去把头 让他们开走 暗夜 在这下人屋边有什么体质 陆大哨 小心 陆大哨 小心 快走 陆大哨 你的腿 腿怎么好了 悠 瘸了 您今天 怎么会出现在码头啊 听说 我那个二叔今天到大美 特地过来看看热闹 没想到 被发现了 还好您跑得快 刚刚那些戴面具的 据说 是道上的暗夜组织 杀人都不眨眼的 你也知道暗夜 听说过 你说 你之前的车祸 会不会也是陆斩月干的呀 苏小姐真聪明 刚才 对我有救命之人 陆某思来想去 无以为报 就只有以身相许 要不 我把你娶了 你这哪里是报恩啊 你这分明就是在报仇吧 苏小姐不愿嫁进我陆家 莫非是因为楚天忆 刚才 你和她的烛光晚餐 很是浪漫 在我看来 苏小姐也是一个 三心二意的人了 之前还说 非你男友不嫁 现在 要偷偷和别人约会 我不是和她约会的 她是把我约出来 说清楚的 也对 我陆家 犹如龙潭虎血 苏小姐不愿意嫁进来 也是无可厚非 不然 跟着我这样一个 密不久矣的人 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莫名其妙地死了 你那个时候 一定很疼吧 你趁着陆家 一定很辛苦 你这伤口 像是被刀砍的 要不 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不行 要是去了医院 陆展远就知道 今天在码头 开热闹的人就是我 那我装学的事就瞒不住了 陆大少 您身上的味道好熟悉啊 跟我家沐浴露的味道 一模一样 嗯 那个 陆大少 您那些前妻 真的像传闻中所说 是被你凌虐致死的 要不你叫过来试试 算了吧 算了吧 我还是想长平百岁的 我从小就在我爷爷身边长大 是他亲自培养的继承人 我爸这一门 就只有我这一个男人 如果我死了 继承人就只能从庞系中选出 他们不希望我有孩子 虽然 也会迫害我的妻子 还好我逃得快 不然我早就死翘翘了 你不会死 嗯 为什么 老大 终于找到你了 老大 终于找到你了 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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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大上 你能不能找人送我回去 或者山脚下也行 我这么晚了不回去 男朋友会担心我的 今天我受伤了 你在这儿住一晚 明天早上 我脚下走 可是 今天晚上有点事 我回去了 回去再给你解释 晚安 老大 万阳那边传来消息 陆展元重伤住院 陆老爷子已经赶过去了 码头那边闹出了动静 也轻动了警方 警方介入了调查 我这位二叔 这两年确实过于猖狂 再不收敛收敛 这陆家 迟早葬送在他的手里 幸亏我们事先得到了消息 要不然那批货流入市场 后果将不堪设想 爷爷并不糊涂 陆展元这次 可算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呢 替我背礼 明早 我去探望探望这位二叔 但是老大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儿 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啊 陆大少 早上好 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是啊 不像某些人睡得很好 完全不顾忌他人的感受 啊 陆大少 今天可以送我回去了吗 好 我让夏冬送你 嗯 苏 苏基 你怎么还来啊 赶快准备一下 新老板马上就到了 我是来辞职的 什么新老板 辞什么职啊 我们公司已经跟陆氏集团收购了 你不知道啊 陆氏集团 是陆家哪个少爷 听说啊 是陆老三的儿子 那个在娱乐圈的陆兰星 不过啊 他真的好帅啊 您可是有男朋友的人 不能跟我们抢啊 放心我对这个陆男心不感兴趣 啊 那你就是陆家的 陆大生好帅啊 笑起来真好看 是他对我笑啊 我去把了 好啊 好帅啊 你是哪个部门的叫什么名字 秘书部的我叫苏青 啊 我记住这个 啊 我是不是又被盯上了 喂 今天 还打算辞职吗 你知道吗 我们公司 被陆氏集团收购了 但是我今天刚上班 就得罪了新上司 我肯定死定了 哥 你这贵里面哪来的 第一点上班 感觉怎么样 嗯 很不错 而且我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 那女孩的相貌就不用说了 天仙一般 想上我陆男心床的人 流入过江之气 但是那个女孩竟然说 我不是她的菜 听说有男朋友 不过 只要除头挖的好 又没挖不动的墙角 怎么 想挖我的墙角啊 我怎么 那女孩的男朋友 你会就是你吧 秦秦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现在 正式集团已经是 陆氏集团的子公司了 子公司每年都会有 今生好喝 我希望 秦秦可以被调去总部 剩下的 你应该明白要怎么做吧 哥 你收购正式集团 不就是为了那个女生吧 很好你的嘴 我 你 思维啊 公司要前两个人去录氏集团走 过 你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 我给你十万 希望你能退出 银鹅一共有两个 你凭什么让我退出啊 你不知道吗 银鹅已经内定了 内定 我亲耳听到的 陆总啊 自己打电话说的 那是我不能答应你 你了 既然大家都想进总部 那就各凭真本事吧 苏琪 上个审逼我 姐 我在这等我们好久 这个呀 是我给你买的护肤品 可贵了 上万呢 这些没用过这么好的吧 快带回去试试 我用不上这些 你还是拿回去 自己用吧 姐 我跟你说 之前咱们都是误会 你想想 咱们都是苏家的姐妹 姐妹之前哪有隔夜仇啊 是吧 我和苏家 已经断绝关系了 和你算哪门子姐妹 至于你和苏家 有没有关系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你 你不就是想知道 李家任我做干女儿的事 是不是真的吗 那我告诉你 是真的 你是我吗 苏琪 李葵花 不过就是随便说说 你还真的当了真 那我可要劝你 希望越大 失望也就越大 到时候啊 人就是笑死神经 那到时候任清宴 我会亲自把秦帖 送到你面前 你可一定要来啊 苏家姐你好 李总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来告诉你 我们李家任你做干女儿的事情 已经在网上公布了 嗯 今天特地来找你商量一下 关于任其宴的事 好 走 走 哈哈哈 我 取得 你 认同 我 我 齐 你 我很 好 你 就认苏星他甘女儿 这张圈子里面怎么看我呢 我这老脸往哪个 也不知道那死亚到底哪里好 怎么就入了李奎华的眼 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白白的浪费了一次跟李家结交的机会 老苏你生什么气吗 再说了咱们不是还有小雪吗 小雪啊今天已经去找了周雄飞 周家已经答应给咱们注资了 有了周家的支持 你还担心会得罪李家吗 我让你各位天忆 让你各位 你又在发什么疯 爸妈的惊动 我看你怎么解释 天忆你干什么呀天忆 天忆我们是夫妻 你每天去书房 你让我以后传出去怎么见人啊 那就管好你的嘴 我警告 最后再给你三个月时间 如果你不能让周雄飞认 那我们就离婚 陆柔渊你洗好了没有 我那急 我也急 那个那个 欣欣 我谁啊 等一下 我好像来亲戚了 还是直接睡觉吧 吃不了肉 得让我喝口汤 陆柔渊 你的手臂怎么流血了 不小心刮的 没什么大碍 睡觉吧 嗯 陆大哨 他的手臂也伤了 难道 不可能 陆柔渊就是一个普通的网友车司机 不可能是全是滔天的 陆家长群人 哎呀苏青啊 我看你平时装的挺清纯的 没想到背后却在做别人情妇啊 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真是没想到 可却让人家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呢 这要换作我呢 做不来 孙欣 你有没有消息心 我们在说你啊 你怎么可能无等于衷啊 你们在说我吗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代号入座的癖号 我还以为你在说你自己呢 孙欣你上边好事都被拍到了 证据曲子 你就是在破坏别人家庭 你就是个小三 叫你这么说 刚才我看到你去厕所 现在嘴巴又这么臭 证据确凿 那你刚才是在厕所里吃屎吗 你这是偷放概念 你别以为你这样 偷放我去 你是别人情妇的事实 我素清清清白白 没有什么需要掩盖的 倒是拍了这些照片的人 给我把尾巴藏好 不然被我知道了是谁 诽谤罪 可够他在牢里蹲了三五年 你少吓唤人了 那你自己说说 这个中年来人剩什么呀 我可就不信了 一个普普通通的穷酸女 难不成 还真是谁家千金大小姐不成 谁是苏清啊 诶 这不李桂花老婆吗 他怎么来了 原来苏清是小三 对 完全这么说 他得找他算账了 李夫人 这位就是苏清 你有什么事吗 哎呦 我们家老李真有眼光 不知道李夫人找我有什么事 苏清 找你有什么事 你自己不清楚吗 人家李夫人都找不上门来了 你还要装的什么事 昨天老李去找你 把这个呢 给忘记给你了 这个呀 是我亲自为你选的 你看喜不喜欢 到时候任经验上 就把他带上 一定光彩照人 是苏淼妈妈送的那种 感觉比这个还不妥 可是苏淼家里 怎么会有那么多情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回头我就多挑几对 让你选 没有李夫人 我很喜欢 还叫什么李夫人呢 直接叫干妈得了 反正也不差这一两天 谢谢大家 在工作上面 对苏清的照顾 这个周末呀 大家有空 都来参加任亲宴吧 一定来一定来 我送您出去 李夫人已经走了吗 我就说嘛 苏清怎么可能 做别人的情妇 明明就是干女儿啊 就是 麻烦有些人把事情弄清楚了 在说害了吗 我看就是有人想挤走苏清 然后自己去走 人若敬我一尺 我便敬你三丈 但是人若犯我 我苏清 也不是什么软柿子 苏清啊 误会 误会 都是误会 查一下 视频谁拍的 谁放的更不少 公司绝不容 遭遥声势的人 查到了 无论是谁 联系 一律开局 多谢陆总主持公道 小婧 小婧 赶快下班吧 走 爸爸带你去吃饭 苏总可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已经和你 断绝妇女关系了 这妇女哪有得业仇啊 走 爸爸带你吃饭 然后买几身漂亮的衣服 这任亲宴上 我女儿可不能穿得那么寒酸 这就不劳苏总费心了 李家都为我准备好了 你也别怪我 公司是你妈妈的心血 是去生事 要我好好照顾公司 不能让公司作证 所以 您不提我还忘了 我妈妈的遗物中 有一封遗书 书是指定我 作为公司的继承人 苏总只是代为管理罢了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将公司接管过来 就不劳苏总操心 那怎么行 你又没有管理罢公司 我怕他不怕心 我这人继承 苏总还是少出现在 我面前比较好 不然我想起 这些年受过的委屈 做出一些过激的事 让彼此都难堪 你还好吧 还好 他在我眼里 和一个路人 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小梅 我问你个事 就是 我有一个朋友 他之前生过孩子 现在又交了一个男朋友 但是他男朋友 不知道这件事 你觉得 他该跟他男朋友 坦白吗 那肯定不能说 这男人 最介意的 就是自己女人肚子里 死过人 或者生过孩子 就算嘴上说都不介意 心里还是会有隔阂的 男人啊聪明着 这种女人 他们也就玩玩 不会娶回去的 这样吗 小朋友 你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 疼啊 我好疼啊 你家里人呢 要不要我先送你去医院 我不要去医院 你把我撞了 必须赔钱 赔钱 这样 你把家里人电话给我 我先送你去医院 我才不要跟你上车 万一把我管慢了 怎么办 你这孩子 到底想怎么样吗 给我钱 我自己去医院 老大 我不管 你们撞了我 就得赔钱 赔钱 你要多少 够吗 够了 你们走吧 这小兔崽子 老大 你不会早就看出来的 她是装的吧 你没看出来吗 我的苏子安 今天李总认的干女儿 正是我的女儿私心 哪个苏子安 不认识 没有红铁玉珑记 谁知道哪个片子 看门的怎么说话呢 我正吃正喝 我堂堂苏子集团的总裁 我正吃正喝 李总的干女儿 是我的女儿 我怎么就不能 不认证据了 没有铁铁就是不能进 再也在这闹室 我就报警了 不认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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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当初和你断绝关系的时候 那样对立 现在眼巴巴的巴结上了 都要不认证据了 他什么时候 如果我今天不让他进来 就背上了 荒恩负义的罪名 就等着被人抽脊梁骨吧 他就是算准了这一点 今天才敢来的 你男朋友怎么还没来呀 他说今天开长途车来不了了 真可惜 不过好像那么少今天会来 谢谢你过来一下 首先感谢 欢迎大家参加这个宴会 这位是我李佳华的干女儿苏清 我李佳华医生啊 心下无女儿 从今天起苏清呢 就如同我的亲生女儿 在此我正中屠落 以后不管苏清嫁给谁 我李佳华都将拿出 李氏集团了 百分三个股份 正为他的嫁妆 李佳华这是疯了吧 居然拿出百分之三的股份 来做嫁妆 这还是这样的干女儿 老大 这个真实的老狐狸 刚认为干女儿就摆了你一道 无妨 不管是聘礼还是嫁妆 都是清清的个人资产 小青啊 这位是周雄飞的夫人 苏小姐真是名愿动人呢 夫人 才是端中华贵 气质非凡呢 小青啊 你能有今天吗 哦不 秦姨 真的打心眼里 替你感到高兴 你以后啊 可得听李夫人的教导 可不能再像在苏家的时候 那么任性妄为 也不归宿 哎呀 哎呀 你看我这嘴 一时高兴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小青啊 听说前不久 苏家好像跟你断了关系 这怎么又冒出个妈来了 我的母亲早就已经过世了 我也早就从苏家 搬出去独立工作了 我也不清楚 这位苏家的夫人 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说这些话的 苏夫人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怎么这么不公平呢 让自己的妓女出去工作 自己的孩子呢 就在家享福 姐 你如今受了李家的恩情 可也不能忘了苏家的恩情 我妈带你就算没有功劳 也有功劳吧 是啊 我一直非常敬重秦怡 也非常感谢 她一直为我张罗婚事 只可惜 傅家少爷看不上我 白费了秦怡的一番心讯 苏青 你 妈咪 我终于晓得你了 妈咪 我终于晓得你了 妈咪 你不要过去爸爸了吗 你为什么不要小宝啊 小宝好想妈咪啊 小朋友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不是你的妈妈 这个地方 我跟妈就算想帮你忙就给你忙不进 你看这孩子多可疗 忍心不忍 真是作孽呀 小青啊 这孩子他可是无辜的 小青 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婆 这绝对是污蔑 苏小姐怎么可能是个孩子 我这就让人把这个孩子带走 查清 到底怎么回事 慢着 苏青 你可以对我狠心 可你不能不要我们的儿子呀 宝宝一直想着你 宝宝 到爸爸这儿来 宝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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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说不认识我呢 我是周海呀 五年前我们在一起有了小宝 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如果不是因为小宝太想你 我也不会让小宝去找你 拖累你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照顾孩子 随随便便来一个人 就说是我的孩子 周海是吧 你知道诽谤罪判多少年吗 你什么意思 你非要做这么绝把我送进监狱 我周海从不杂访 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让苏青 能够照顾小孩 我时日不多了一个将死之人 难道还会有假吗 妈咪你不要送爸爸去坐牢 小宝过来小宝不找妈咪了 小青啊 你看我跟你爸爸也包庇了你这么久 如今孩子也找过来了 看孩子多可怜呢 我不能再任由你错下去了 虽然周海深有残缺 但是做人也不能这么自私啊 更何况你们还有孩子呢 干妈 帮我报警 再找人帮我拿台电脑 好 来了 阿 蘇青 你真的这么狠心绝情 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就算你再厌恶我可小宝是无辜的呀 来人 把这两人给我赶出去 这当什么地方呢 干嘛 等等 小青 你怎么这么冷血 这可是你亲生儿子 你还有心思玩电脑 再这么下去 苏小姐身上的脏水就洗不干净了 不用 她自己能处理好 这张 是我的工作照 再一次晚日上拍的 没想到被有心人利用 做成了一张合成照片 拿来信口慈活 你敢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欺负我的干女儿 男人 直接送去警局 快送去医院 别弄出人命啊 姐 这好歹也是跳人命啊 爸爸爸爸 快 快送去医院 不用送去医院 等警车来了 她自然会醒 苏小姐这也太猛了吧 你可送这不了 苏小姐 苏小姐救我 你答应给我保住我没事的 你胡说什么呢 你家门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她 那她为什么指向你求救 苏小姐 你怎么过河拆桥呢 明明是你让我这么做的 她就是个骗子 大家都不要相信她 今天造谣诽谤我医院的事儿 我李某一定会追究到底的 还有 跟这些传有牵扯的人 我一定也不会放过她 来人哪 把这个人送我进场 不 不 大家都散一散吧 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苏小姐这是头怀送包 陆大少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专门来给苏小姐送礼的 陆大少的心意我领了 但是我 我陆荣渊送出去的东西 还没有收回来的道理 谢谢陆大少 你刚才的做法 过于仁慈了些 就这么放过那对母女了 对于敌人 诛心才是最好的方法 让他们亲眼看见 活比以前过得更好 岂不是更痛快 苏小姐 舞会就快要开始了 漂亮阿姨对不起 小宝不是故意的 那你告诉阿姨 为什么要撒谎呢 那位叔叔说 只要我跟着来 就你妈咪 就会有好吃的 有衣服伤 还会有人疼 不然他们就要打小宝 你叫小宝吗 我叫夏宝 大家都叫我小宝 小宝乖 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晚一点 阿姨带你回家好不好 好 你有看到刚刚那个小孩吗 他好像从后面离场了 真是个小鬼 脚还得很 快去追 他一个小朋友在外面 也不安全 是 秦秦 我就是过来跟你说一声 我带你秦姨和小雪先走 我搜索你吧 不听 你还真把自己当李家大小姐了 刚才看着我跟小雪被欺负也不吭声 你按的什么心啊 那秦姨按的又是什么心呢 我们又没说错 你本来就未婚生子你 住口 这件事都给我烂在肚子里面 谁要再提 我让谁好看 都到车上去 所以那个孩子真的死了吗 我的孩子呢 爸 我的孩子呢 死 死了 真的死了吗 当年那孩子一出生 脸色就是乌青的 医生抢救了半天 也没抢救过来 哎 小青啊 这件事过去了这么多年 你也别再想 当年的事 我知道是秦姨做的不对 所以 你什么都知道 小青 爸爸对不住你 我早就该明白 小青 我不能让你孩子毁了你 更不能让苏家梦秀 让你孩子毁了 你怎么还他 你怎么会骗你 你怎么会骗你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二伟对不起 都是我以前年纪不懂事 但是我是真心爱的 你的孩子 我还要你做事吗 我还要你做事吗 以后别人来找我 陆总 你找我 赶快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明天可以去总部报告 恭喜啊 真的吗 谢谢陆总 不过 还有一个人是谁啊 我是赵小白 这么神秘 会是谁呢 该来的 总是会来的 陆总 约 我们分手吧 理由 你看了今天的新闻吧 昨晚的介绍宴上 有人造谣我未婚生子 其实那不是造谣 五年前 我确实生过一个孩子 我承认 一开始 一开始是我骗了你 可是那个时候 我只是想和你试试 也没有什么常员打算 都没有想过结婚什么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所以分手吧 我知道我亏欠了你 可是感情这种事 是不能勉强的 今天吃那饭 就当是我们分手前的最后一餐 好去好散 希望你能找到更合适的人 不用 不用 我也不算吃亏 我们俩不相欠 所以 你这是答应了 好聚好散 老大 你真的跟苏小姐分手了 难道苏小姐 做了李家的干女儿 就不认你这个网约车司机了 苏小姐好像在躲着我 我说你跟老大分手了 我们还是朋友 你这样让人很伤心的 我怎么会躲着你呢 万先生 刚刚我真的没有看见你 对了 苏小姐跟老大还要联系吗 我跟她都分手了 还有什么好联系的 那我不跟苏小姐聊了 我还得去医院一趟 哦对了 老大住院了 你知道吗 什么 她怎么了 还能怎么样 跟你分手后啊 整天饮酒买醉 他人没事吧 车都让撞烂了 在医院里 下了四次病危 抢救了一晚上才抢救回来 她在哪家医院 是人民医院 苏小姐 不是说好不联系的吗 我反悔了行不行 苏若远 你没事吧 老大 你身体素质这么好 这么快就醒了 那个 你们先聊 我走吧 既然你没事 我就先走了 谁说我没事 脑震道 医生说 可能还会有后遗症 很严重 严重 医生怎么说 住院观察 陆荣渊 我也不知道 分手会对你影响这么大 我不想看你这么消沉下去了 你这样 我也不好过 欧阳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你 只日买醉 所以才出了车祸 他跟你说的话 你别当真 这只是个意外 我也根本就没有买醉 分手而已 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那好吧 我先回去了 老大 你明明想让苏小姐留下来 怎么又让她走了 多嘴 我不多嘴 人家都不来看你 我说老大 冷战一会就得了 别感情真的凉了 以苏小姐的财猫 追她的人多了去了 我怕你到时候后悔 陆先生 您的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您可以出院了 再多住几天 续一个月防沛 去吧 这是 鸡汤 苏小姐对我真好 一大早给我送鸡汤 这不是给你的 是给她的 麻烦万先生去医院的时候 顺便帮我带过去 那苏小姐更应该亲自送过去了 老大要是知道你给她炖了鸡汤 肯定很高兴 说不定两人冰释前嫌就和好了呢 万先生误会了 这个鸡汤不是我炖的 是在外面买多了 才顺便给她带一份 这样啊 那老大昨天晚上又头疼 医生说可能是后遗症 医生还说 老大可能看不见了 脑子里有血块 你别看她外表没什么伤 其实都是内伤 我跟她已经分手了 她怎么样 和我都没有关系 这鸡汤就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老大 鸡汤 拿走 这是苏小姐亲自顿的 哦对了老大 陆成军回来了 我知道 他这次可能有大动作 我不相信他是为了陆展元回来的 这两个人联手 有点麻烦 放心吧 下就盯着呢 行 那我就先走了 去吧 陆总 最近陆副总和几个董事的关系 走得很近 我们需不需要做点什么 下助理 帮我多杯水 帮我博恩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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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啊 什么 夏宝 这个孩子拿着价值百万的发奖来卖 说是您做给他的 我们这才联系了您 漂亮阿姨 我知道错了 不好意思 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面发奖 确实是我送给他的 没事 弄清楚就好了 不过这孩子也挺可怜的 我们联系了福利院 准备把他送走 苏小姐您觉得呢 我不去福利院 我还要去找妈妈 漂亮阿姨 你把我带回去吧 当我长大了 我娶你做老婆 一定对你很好很好的 苏小姐 这孩子不一般啊 从名领利 不如 您干脆把他拧养了算 所以 我就这样把你领回家了 我终于有家了 我好幸福啊 如果我的孩子还活着 现在应该也这么大了吧 对 是个男孩 今年四岁 小宝很聪明的 要是明天你有时间 我带小宝过来 给园长亲自看一下 嗯 好的好的 陆大哨怎么会来公司 哎 大哥 你怎么来了 二哥这话问的 二哥莫不是忘了 这家公司的掌权人真正是谁吧 三弟啊 你这就误会我意思了 我呀是担心大哥身体 听说大哥身体这两天不太好 我只是担心啊 操劳过度 累垮了身体 多谢二弟关心 我的身体好着呢 走 该去先想走 等一下 我有事先走了 小宝 快 我只有半个小时就 乖乖在这等我好不好呀 苏青 陆总让你把这份文件 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指定你去的 好漂亮的小孩 苏青这是你的吗 姐姐 你快去吧 我在这等你 陆大哨 我是来送文件的 你很紧张 没有啊 逃婚 却要来我的公司上班 苏小姐 你这是欲擒故纵吗 没有 陆总 我只是单纯的 想过来上个班 对你没有一点点 非分之想 为什么 啊 苏小姐还真是洒脱 你说什么 苏青 你到底有没有真心爱过一个人 我 姐姐 我想念念 她怎么在这 是我带过来的 姐姐 躺不住了 陆总 请您洗手间用一下 苏青 姐姐 可以下班了吗 柱子还是好饿 陆总 我可以下班了吗 她联手 周海演了这么一出戏 差点让你身败名利 你怎么会跟她在一起 小宝无父无母 周海又进了橘子 就没有人照顾她了 所以 我就把她给领养了 她还小 不懂明辨是非 总不能 再落到坏人手里吧 你未婚 却领养了一个孩子 男朋友没意见 我和她已经分手了 那你总得嫁人的吧 带着孩子 怎么嫁 女人不一定 就一定要嫁人啊 你是真的跟你男朋友 分手了吗 之前不是跟我说 费她不嫁吗 还是说 你以前都是在骗我 你想追姐姐是不是 姐姐是我的 等我长大了 姐姐 把你会嫁给我 很当多爱 不是亲自所谓 陆总 头颜无忌 你别当真 走吧 正好我也饿了 一起 一起 陆总 那我们去外面等你吧 你可别跑 这个事 你也不是第一次干了 哇 叔叔的车好快啊 为什么叫我叔叔 谁叫她姐姐 叔叔 你都一把年纪了 好意思 让我叫你哥哥吗 我有那么老吗 最后被想把轮椅拿下来 什么 我可是个瘸子 你见过瘸子 自己走进去的 好吧 叔叔 我来推你吧 小宝小心 别把叔叔推翻了 还说不想追姐姐 骷髅机翼都用到了 哼 姐姐是我的 我才不让你呢 小皮孩 毛都没长起 还想跟我叫女人 承认了吧 既然这样 那咱们公平竞争吧 你也是我一个小孩子欺负你 不许耍赖 我来 姐姐姐 姐姐 姐姐喜欢吃我喂的东西哟 苏青 带我去卫生间 陆总 你不是能自己去吗 再说了 男女有别 我怎么能推你去男厕所吧 这里熟人多 不方便 要是你不想要下个月的奖金 那也可以 我去 幼稚 陆总 你和一个小孩子计较 是不是有点幼稚 我真的急 那你自己进去吧 总不能让我推着你进去吧 今年的年终奖 翻倍 我还试了叫我 你就在这守着 万一有人来了怎么办 那你快点 为什么分手 这是我的私事 公司员工的私事 也在考核范围之内 一个对待感情善变的人 职业规划 也会容易有变动 你刚从子公司调过来 考核不过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 不合适 感情的事说不好 你说不合适 还是他说不合适 是我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他到底愿不愿意分手 他都答应了 而且 这也是为了他好 长痛不如短痛 陆总 感情的事你不懂 我怎么可能不懂 我怎么可能不懂 还是他的 这也是 我怎么可能不懂